在這個地方我還是要從鳳梨開始談起 因為在2月25號的晚上 中國無預警的暫停進口我們的台灣鳳梨 這個理由呢是提到說 海關多次 然後撿出所謂的戒殼蟲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免要透過 我們部會所提供的資訊來看一下 原來在這10年 我們的鳳梨外銷有9成是輸送到中國 外銷到中國 這就很有趣了 到底是因為他們有補助我們的進口商嗎 還是因為他們的檢驗比較寬鬆 還是有其他的誘因 再者提到多次撿出 可是我們的合格率看起來 非常的高 將近百分百 所以這個合格率很高 文字的背後也很吊詭 是因為我們的產品非常的優良嗎 還是因為他們的檢驗很寬鬆很隨便 還是因為選擇性的放水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的討論很容易落入說 是不是又是中國一貫的伎倆 先把餅做大 然後進來套牢 最後呢做技術性的封殺 可是這樣的一個言論 就好像是一個老師 有的老師呢 他給分很嚴格 就像日本 他必須要先寄樣品 可是不及格的時候可以補考 因為日本根據國際的規範 像這樣的藉口蟲呢 只需要勳徵殺蟲 就可以輸入 可是我們看到 另外一個老師很奇怪 給分非常的寬鬆 可是不及格的時候呢 不給你補考 那我們面對這樣的一個現金交易 不打契約 沒有契作 然後他說不是我不收 是因為我的政府你有問題 不准你進口 那我們的農民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當中 其實我們要思考的是 另外一個問題 面對這一次這樣的一個問題 到底危機能不能夠成為轉機 那我們政府的角色是什麼 我們掌握這麼多的一個資料 這麼多的一個情資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掌握這些資料 我們有所分析 有所超前部署因應 成立預警的機制 當然我們這一次看到 我們的政府有提出 我們看到了 我們要朝向我們的科研創新優勢 多元加工的來處理 我們也要強化我們的團體的國際行銷 去開拓我們的國際市場 加強我們的擴大內需等等 這些都很好 但是我想提醒的是 農民沒有足夠的資訊去判斷這些 但是政府有 政府有 他有他的角色 為什麼我會從這個地方談起 因為在上個禮拜 我們的媒體揭露一篇好大的版面 原鄉恐遭赤化 結果呢 這是一個國安調查的報告 媒體也報導了 也來問我們原住民的立委了 但是 就這樣嗎 這樣的一個媒體揭露 問一問立委 立委的意見就好了嗎 下一步呢 所以 我很喜歡 我覺得也很需要的就是 這樣的媒體揭露是必須的 因為這對於鞏固我們守護我們台灣的民主 以及我們的台灣原住民的主體性 是很重要的 可是到底該怎麼做 我看到我想到的 就是我們這一次在面對我們的進口豬肉 萊克多巴胺 我們政府面對因應的做法很好 因為我看到 我們從一百一十年的一月一號 一直到今天 每天都會透過肉品儀表板去公布進口的批數 截至目前是零 但是這是怎麼做出來的 我們看到 這是部會的合作 我們海關有它的資料 我們的房檢局有它的資料 食藥署有它的資料 經濟部出口加工有它的資料 大家把政府的資訊拿出來 它有一個整合的平台 當然我們不確定 這樣的一個儀表板數字是不是 遠遠會掛鈴 但是最起碼 民眾他有知的權利 他有選擇的權利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也想問 到底我們面對 我們國安所披露的 原鄉孔遭赤化 我們陸委會手上有沒有資料 國安會手上有沒有資料 我們的原民會手上有沒有資料 還是哪裡還有資料 那怎麼樣讓這些各部會所掌握的資料 能夠去做一個整合 讓我們的民眾也有知的權利 這樣的一個討論 才是民主社會 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為什麼我特別關心 我也不喜歡我們的原鄉被赤化 因為這些很多他的手段措施是 看起來非常善意 非常友好的 但是我們的族人 他深陷在會不會是溫水煮蛙的效應中 他跳不出來 他感覺很好 甚至你說他不好 他還覺得說你亂講人家的壞話 可是我們不是不喜歡交朋友 我們喜歡交朋友 重點是 對方真的是我們的朋友嗎 還是 將來會對我們有害處的朋友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多多的將媒體這樣的資訊揭露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的外媒 明明我們都看到很多的外媒告訴我們說 像少數民族 他是仇恨中共政府的 我們也看到外媒常常會寫 中國現行少數民族的政策 是側重打壓跟同化的 我們甚至是可以看到 對於那些想要呼求自己 主體性的少數民族 中共是如何對待 像是新疆維吾爾族BBC的一個透露 他們竟然去設立一個所謂的再教育營 女性是遭受強暴性侵 許多不人帶的對待 甚至是昨天的媒體說 新疆的生育率 人口成長率大幅驟降 因為還被迫裝子宮內避孕器等等 是一種滅族的手段 像我們前陣子看的 中國禁止蒙古語的教學 引爆我們蒙古掀起 它捍衛母語的激烈抗爭 我們也看到 這七十年來西藏的一個血淚史 我們不想要我們的台灣原住民 最後成為這樣的一個被對待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我覺得我很高興 因為我們不一樣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民主 雖然我們覺得政府做的還不夠多 我們說我們還不夠滿意 但是我們看到政府 聽見看見我們的聲音 我們很高興 上個禮拜二二一的時候 世界母語日 在那樣的一個紀念活動 慶祝活動 我們看到我們的蔡總統 跟我們的蘇院長連媚出席 而且我們聽到他們勇敢的告訴我們說 蔡總統說他有排灣族的血統 我們的蘇院長說他的孫女有阿美族的血統 我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興 但是在這個當中 我們知道我們做的很多努力 讓我們在國際間跟人家不一樣 那一天我們看到很多 我們這幾年來做的族語教保員 他們進入到我們的幼兒園 他們透過一個沉浸式的環境 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在小時候就可以接觸母語 甚至是我們有很多的族語保母 我們的語言政策進入到家庭 我們有許許多多的家庭 可以開始一起說母語 這一些努力 都是透過這些年來的一個措施 那我想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呼應 我們很多族人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不要再用申請的 既然這是對的 既然這是有成效的 是不是可以讓所有的相立公立的 我們公立的國小幼兒園的 這些所有的孩子 他們能夠來參與所謂的一個沉浸式的幼兒園 也能夠擴大我們的族語保母 不要用名額限制的 讓所有有意願參與的家庭 都可以一起的來做 我想這個部分 是我很在意的一個問題 那接下來 我其實還要簡訊我的問題的就是 既然我們在國際間 我們有很多的做法 讓我們成為優等生 同樣的在面臨我們5G 6G 7G時代的來臨 未來在我們的地球軌道上 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衛星 因此我們也很前瞻性的 國家訂定所謂的一個太空產業的發展 我很高興的就是 我們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們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 我們的緯度接近赤道 讓我們可以順著地球的自轉方向 我們可以向東發射 我們很適合 我們也很高興的是 我們有很豐富的人才 我們有很豐富的科研成果 舉目都知道 我們更高興的是 在前陣子 登上我們火星的毅力號 也有台籍的科學家 他也在昨天的新聞 今天的新聞特別的提到說 我們其實可以衝太空產業 我們有很多我們的優勢強項 所以在這裡 我特別特別想要 在這個地方 也來謝謝我們的部會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居住的正義 通訊的正義 我在這一年 有很多的地方 他們從不喜歡機器台 到需要機器台 甚至非常感念 像是我看到我們的這個太空產業 我們的南田 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到那個地方 二月跟他們接觸 然後來跟我們的部會討論 我提出太空科技 跟我們原住民的權利 不是零和的關係 我們政府有責任 要創造多營的局面 經過這一整年 大家的努力 部會的努力 許多委員的努力 我們做了許多的公聽會 我們也到部落去開了很多的會議 我們也上質詢台質詢 我們也做了很多太空產業的一個討論 我們非常的高興 也許我們的太空產業 我們可以創造 我們的第二座的護國神山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很想要問的就是 在我們台灣的太空產業佈局 到底可不可以讓我們全民知道 讓我們原住民知道 我們具體的藍圖想像是什麼 像我們現在二月十八號行政院 通過的太空發展法一讀的版本 有提到發射場域的設置 由主管機關協助取得 我就很想知道 到時候我們能不能關心 是由誰設置發射場 是不是會徵收我們的土地 衝擊的影響評估怎麼樣 我們權益的限制 跟它的補償措施怎麼樣 我們能不能夠因為這個法 提到的 帶動我們當地整體的產業發展 我們能夠面對的產業鏈的結構部分是什麼 這個都是我們很希望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其實只是要提出 其實任何產業的發展 無關乎所謂的部落統一機制 大家不要把這個東西看得很可怕 本來就需要在地居民的參與 資訊的揭露 進行社會溝通 我們原住民需要的是這個 而不是臨時的告知 我希望未來我們整個政府部門 在面對更多的原住民議題 環境議題的時候 能夠更去重視這樣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談到的像這些基地台 大家非常高興 我們的馬加基地台的架設 讓我們的北大武山可以通訊了 讓我們的救好茶可以通訊了 讓我們好多好多的古道古蹟遺跡可以通訊了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這裡我也碰到一些困難的問題 所以想要救教各部會 像我在花蓮的大同大理這個地方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一個地方 我去看了他們 我發現他們的交通的正義 行的正義 居住的正義 通訊的正義都沒有 竟然在台灣的今天 有這樣的地方 只因為他位在國家公園 所以當我們在協調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要有路啊 然後電的人告訴我們說 要有路啊 我們才能夠有電啊給電啊 然後通訊的人說要有電啊 我們才能夠給他通訊基地啊 可是這樣一個政府之間的合作 還涉及到國營事業 所以我們不曉得該怎麼辦 誰能夠來幫他們解決問題 所以像我們已經可能有數位發展部 我們會把那些資訊資安電信網路傳播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想說的是 不僅僅要統籌各部會 也要統籌各國營事業單位 因為我們發現我們在做很多 衛民服務工作的時候 這種部會的協調是非常辛苦的 法令的一個不能夠調整配合 是非常辛苦的 有政府會做事 我希望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最後的20秒 是不是請我們的院長 能夠再次回到執行團 謝謝各位我們的部會首長 謝謝 謝謝院長 喂 你好 兩秒 謝謝 謝謝 接著請賴慧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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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